在今年的台北電影節 你可以看到一些像 依莎貝宇培啊 這一些的這個影后期的人物 都能夠在電影節當中有很多的作品 跟大家見面 剛剛說到那個依莎貝宇培 喔 今天你的名字我都要很小心耶 依莎貝宇培 其實我對她的印象好遠喔 我還在鋼琴教師那個時候 鋼琴教師之後 我就完全空白了 你有鋼琴教師已經很不錯了 但如果很多人對她不了解 只要說 喔 我知道啊 她在什麼砍程音展啊 威力士音展啊 我覺得她常常得獎 但是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女演員 可以透過兩位帶我們來認識她嗎 我覺得這一些的影后啊 她有氣質 有演技 而且也有想法 那我們首先就先來看一下VCR 介紹這一次的這個女力的這個專題 好不好 看一下 你看看我們沒有太多 那是教育的 modernity 你可終於說話嗎 我會說你會結合你 我會結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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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们刚刚看了上流教育 熟悉指挥家 还有我的超模母亲 都是一些女子 就是女性主题 或者女性领导的这个议题 看完预告应该很想看吧 很想 尤其是上流教育 虽然说我看不太懂内容是什么 但是觉得那个商务 你太年轻 你未成年不适合 就是觉得四个人好像张力很够 可是那个剧情到底是什么 就是有点好奇这样 其实他是讲一对年轻的夫妻 他们就是在70年代那时候 就是他们那时候的年轻人 都是很喜欢玩乐 很喜欢party 他们就在一个party上 遇到了一对五十几岁的夫妻 然后四个人就开始了一些 就是互相交错 错综复杂的感情 情欲纠缺 对然后我们看到 刚刚看到画面里面 有看到 伊莎贝雨培 她有女女的kiss 然后也有跟小男生 又跟钢琴教师一样 也有小男生 然后又跟她老公 就四个人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对 所以你看啊 就是伊莎贝雨培 她这样的一个kissan也好 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 西方的很多的这个资深的女星 她在这个作品的这个诠释度 基本这个演技已经不在 自然不在话下了 还有她怎么样用她的这个气质 去诠释这些角色 我觉得都是很值得 大家在电影节去看的